字幕11.9 金融 打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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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 大家好 我是哈文 好的 來玩我們的KOL的BOSS 好 今天是9月26號 星期 好 那活動還剩下3天 6日沒有PVE大陸 那就是1 2 3 可能可以放出路卡爾的PVE 或是其他格洛家 不知道 但是我感覺可能就只有一隻ES格洛家吧 因為我們現在ES格洛家 第一彈是一隻嘛 我們來看一下超T 第一彈 然後第二彈是這一隻 科隆 第三彈應該是這一隻安琪 第四彈是 那個學魯咪加蔡寶琪 所以是兩隻 第四彈是兩隻 第五彈有可能也是只有一隻吧 可能只有一隻 我不知道啦 如果有的話那就是等公告嘛 這一兩天應該會有公告 大概是這樣啦 那ES格洛家不用再轉貨 有人在問 在那個群組問 就是新手如果搞不清楚什麼是覺醒 什麼是ES轉貨 那以前我們格洛家只能練到90等 然後後來出了覺醒系統 覺醒系統可以覺醒到五星 然後升到五星之後又出了EX系統 然後就出了這個EX系統 EX系統有 天生就是ES格洛家 邊框式 這個背景是紅底的就是天生就是ES格洛家 這種不用再轉化了 那如果你是後 之後轉化的話需要三個記憶 然後去EX轉化 那轉化的話就會多一個這個啦 多這個核心面板 原本只有這樣子而已 然後這邊會多一個這個 就多這個然後增加這些攻擊力啊屬性啊什麼的 然後技能啊 多這個EX技能兩個二選一 大概是這樣 有網友在問啦 剛入坑這個比較複雜一點因為他 遊戲是這樣一路一路一路 開這些新系統一直開出來 所以現在覺醒可以到七星啦 你看一下製作這邊 這邊就是可以去EX轉化的格洛家 那如果是天生就是紅底的就是 這邊就不用了啦 我就不用了 好大概是這樣吧 這個那他沒有那個 沒有沒有在跑啦還沒有跑完 這些都是他都已經可以跑了 那那個碎片的話就必須要去派遣啦 派遣的話就要EX轉化才可以派遣 而且要覺醒一星之後才可以 進行這個派遣 派遣之後就可以拿到這個 高級記憶碎片然後 有機率大成功大成功是不是400500啊 可能是400吧 那1000的話可以合出一個高級記憶 好大概說一下 然後 有關問說那個14任務 COS任務他過不了為什麼 原因很簡單因為那個通常都是你BUFF不夠多啦 我們來看一下就是 14任務 你會卡住的就是 D COST任務嘛 那D COST任務通常就是你那個 那種COS任務有沒有 通常就是你的BUFF不夠多啦 你看這個BUFF999 99 不管是EP0 EP2 你都會卡嘛 那就是你的BUFF不夠多 因為以前的金框格鬥加很爛 尤其是那個D COST的更爛 銀框同框不用說更爛 那是因為後來紫框很強 甚至是現在這種ES格鬥加 BS格鬥加 SS格鬥加就很強 你就算COS的 你就算你的BUFF可能就10級而已你也可以打過 但是他為了要限制玩家比較那麼容易通關的話 他在14任務這個EP2的這邊 就會有一些等級限制啦 比如說你要 270等啊 90等啊 180等啊之類的 不然你就沒辦法打 那會有一些限制 用等級用這個BUFF的等級來卡你 你看這個要40等 總和要40 就卡你 這邊還有卡你總和要270 就是你要90 90 90才可以過 這樣你才可以打最後這個 打這個為什麼會卡著 因為這個可以拿那個啊 可以做這三隻啊 他每年都會給這些 這些東西 覺醒石硬幣啊什麼的 這個是 有一些任務可以打 那你就可以去 就可以去換道具啊 就可以去換道具 換覺醒石或是換這個機 大概一個月可以換一次 就交易所這邊 這老玩家都知道啦 因為最近可能有些新玩家 這邊可以換每個月至少可以換一個 看你缺誰 就這三隻可以換出來 然後覺醒石再這邊換 有一些剛入坑玩家會問問題啊 我就回答他們 好 有問題也可以在群組那邊留言問啊 那邊有玩家看到應該會回你吧 那你也可以在YouTube留言 我也會回你 我看到的話我就會回你 O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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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期要玩什麼 這期就玩我上次說的那個 技能 這個 粉碎但是我覺得粉碎好像還好 我怎麼用起來感覺還好 可能我不會用是不是 主要是花狼 花狼他的問題是這樣 他技能就是很浪費時間 要切技能 所以我覺得大部分時間都是切技能浪費掉了吧 我覺得啦 我覺得我是這樣 反正我就是在那邊粉碎嘛 15秒嘛然後這隻也粉碎15秒 粉碎30秒然後這邊有15秒的這個 物理傷害增加35%的比較強 多5% 可是我覺得 收手耶 可能蔡寶琪那個更猛吧 我覺得蔡寶琪這個比較猛 我的感覺啊蔡寶琪這個 我其實蒙打50%更猛 我覺得更猛 因為是這樣子啦你這隻放完之後你還是得奧義 那你這隻放完你還是得奧義 就是說你這兩隻 不太可能同時用 讓這個封堅忍 我待會我會打算用封堅忍 加兩隻花狼來玩一下機師 然後 這隻我覺得破甲很難用的原因是因為 對 他這個這個 洞傷 在技能2嘛 可是他那個 電擊在這邊 電擊是在 在哪裡在這裡 在這個金益閃電梯 就說你一定要切緊 就很浪費時間 我覺得很浪費時間 我覺得很浪費時間 好那網友問說為什麼戰力可以到40萬 首先這個遊戲的戰力是這樣 目前就是 要衝高你的暴擊率 暴擊率來源就是你的裝備 還有那個套卡 屬性卡套卡 然後特殊卡 你去突破 突破 突破都選暴擊率 戰力又加很多 那這個鐵拳他有加戰力嗎 這邊有加戰力嗎 這樣不好看 這有加戰力3萬5 那我覺醒石 這邊暴擊率這個也大概 這顆大概就3萬了吧 我8下給大家看一下 8萬有沒有8萬 因為你的基礎越高啦 越高的話這個東西就越高 一顆覺醒石8萬 你就知道覺醒石 有加暴擊率多重要 然後這些 這些屬性卡也是啦 這邊的話你還有暴擊率 就挑暴擊率啦 暴擊率 就是你這個遊戲就是 你要衝高戰力就是加暴擊率 找暴擊率 然後你要看你的突破 你看你突破的東西有沒有突破到你要的啦 我不知道他有沒有突破到 防禦率 好這邊 然後這個暴擊率 這個不是應該是這個 沒有加貫穿力而已 這是因為這張卡有自己加暴擊率啦 這個也是加很多戰力 大概就這些啦 你如果戰力要高的人就是這樣 你看他這隻戰力 41萬啊然後花狼 39吧 很高啊 然後加上突破 突破一直練上去也有差 你把核心面板也有差啊 核心面板也有差啊 你就點了嘛 這邊的東西加一加 然後最後就是你自身的奴隸啊 所謂自身的奴隸就是這個啊 奴隸戰 總奴隸戰這個都衝到20幾幾30幾了 很猛 對不對 這樣弄就40萬啦 但是說的很簡單啦 但是就是 亞馬就要花錢啦 要花心思要花時間 那這個號就很強啊 他有花錢然後又 又花時間每天在那邊打 在那邊養成 40萬 超猛 不過他是表面上40萬 好那我們就來吧 我沒有打很好喔 沒有像昨天 我昨天沒有打嘛 我只是想像而已啊 我就打不好啊 但是也可以打 20B到30B 呃所謂M是 百萬嘛6個0 1加6個0 那B的話是9個0 1加9個0 那我們1萬M就是10B 10B 2萬M就是20B 我昨天 少算一個0吧 我昨天少算一個0 好我們來玩吧 好一樣打這個機師Informer 動傷電擊然後這隻有 呃這個組合 隊長技65% 然後鐵拳組合 只有8%喔 我怎麼那麼傻 鐵拳只有8%喔 我還以為鐵拳也是10% 然後這隻有 那個動傷跟電擊 喔這隻技能有動傷跟電擊 但是不好用我剛說了 而且有時候會打空 因為他必須打出來嘛 機師有時候會無敵啊 我們機師有時候在那邊自己在那邊無敵 不像你用打手的話就直接中 一定中 所以你也可以直接換一個動傷一個打手技能 跟昨天一樣 跟上一集一樣 就用個庫拉 然後用個那個 電擊的啊 電擊用瑪莉嘛 還有那個血魯咪都可以 OKOKOK然後 就這樣吧 那打法就是輪流奧義嘛 就 技能放完放奧義 技能放完放奧義 然後 我會讓他 因為這個 很難破甲 真的很難破甲 不知道為什麼 難破 我覺得他很難破 所以說變成說 他奧義完之後可以再弄一下他 讓他負面然後我們就封建人把他破甲 可能是因為我這樣才打不好吧 然後封建人一樣就那個 那個 雷鴻坡吧 是不是叫雷鴻坡 雷鴻坡狂放放完之後就超級重然後封神拳 然後他怪醒來的時候你就放奧義嘛 然後之後就換花狼就這樣循環 一樣就這樣循環也可以打20幾B啦 隨便打也是20幾B啦 那30B的話可能要再優化吧 3040B的話你要再自己優化一下 我們來玩吧 好來吧你們就看吧 我會盡量弄循環 固定打法這樣 每次都做一樣的事情 每一輪都做一樣的事情 先短奧義再長奧義 我覺得這樣好一點 這個沒辦法有時候會被震 就給他震吧 有時候會震有時候不會震 看情況 要我們先轉再長 然後看一下右上角 換人 的順序是在哪裡 因為他會一直左右左右趕 然後你可以先夜盡 如果沒辦法就 就現在用 好 至此就是這個打法 就 開始循環這樣子 當然有時候他無敵啦 無敵你就要注意一下 他無敵你就奧義 跟他一起拖時間 我剛剛忘了放夜盡 他無敵的人就奧義吧 不然那個無敵也是兩三秒吧 兩三秒的時間會浪費掉 我剛剛那個 因為一直負面沒打出來 所以你 一定要把負面打出來 不然這個很難報警 所以我那一隻花狼 在那邊一直在那邊按技能 好這次我先放夜盡 看可不可以多拿點傷害 然後你可以放夜盡 我先放夜盡 一樣 換夜盡花狼 可以先夜盡 他就有無敵 沒辦法 因為我這隻剛剛都沒有叫妮娜出來回氣 是我的問題 因為你要做操作太多 我就想說 不要那麼累 就省下來 沒有叫妮娜回的 回的能量 我覺得夜盡花狼回的能量比較慢 沒辦法 25B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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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B沒問題啦 我30B沒問題 這邊剛剛技能按到 按到切換技能 尷尬 就這個花狼破起來有點慢 破不了 沒辦法 我剛剛沒有發現他無敵了 我剛剛沒有發現他無敵了 不然 隨隨便便就30B了啦 結果他無敵之後 SS花狼的無敵是他一定要打到人才可以上負面 不像打手這樣 所以如果你 你覺得這樣很危險的話 就是這邊放那個打手 放那個 雪魯蜜啊 或者是 庫拉啊 來破一下 這隻破起來有點慢 大概是這樣吧 我就30B沒問題啦 拼一下可能就 32、34、35也有可能啦 因為如果再認真一下就 有機會啦 那就慢慢進步吧 想挑戰的人就是 鑽研自己的組合嘛 然後輪替的順序 然後你看你要怎麼 達到一個循環 每一輪都一樣的打法 那就是要在他破甲的時候製造大量傷害 我這個還不是 因為我這是靠那個封建的去破甲 其實這樣是比較不好的 然後30%跟35%的這個 葉子技能 粉碎的話我覺得還是那個 菜寶棋也比較好用 菜寶棋應該比較猛 所以我這個組合可以這樣改 我這個組合可以改那個 菜寶棋吧 但是隊長的話可能要換成那個 封建人 因為這隻沒有給菜寶棋加傷害 就變成說要給封建人吧 換封建人當隊長 然後這個位置換菜寶棋 然後打手就跟昨天一樣 一個庫拉一個那個 血乳咪 可能這樣傷害也會 可以吧也是可以吧 看看吧我不知道啦 這個花廊就變得比較沒意義 所以變成可能還是主牌 會變成說血乳咪吧 就換血乳咪 就換血乳咪 封建人隊長 血乳咪 操保險 這樣會好一點 我覺得 可能會這樣會好一點 算了就這樣吧 大家自己研究喔 那我們就這期玩到這邊 等PVE 等消息 等公告 好的我是哈姆 喜歡我的遊戲頻道 歡迎大家訂閱點讚開頻道 我們下期再見 大家掰掰 我們下期再見 每次他們在視線下 我們下期再見 我們下期再見